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依和华告诉摩西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把会幕的账目树立起来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 用帽子把法柜遮盖 把桌子搬进去 摆上陈设物 把灯台也搬进去 把灯台上的灯盏点着 把烧香用的金坛安放在法柜前 挂上帐幕的门帘 把梵祭坛安放在会幕的帐幕门口 把洗桌盆安放在会幕和祭坛的中间 把水盛在盆里 又在周围树立院子的漫幕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你要拿高油来 抹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使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成胜 就必成胜 又要抹梵祭坛和坛上的一切器具 使坛成胜 坛就必成为至胜 要抹洗桌盆和盆坐 使他成胜 要把亚伦和他的重子 带到会幕的门口来 用水给他们洗身 要把圣衣给亚伦穿上 又高抹他 使他成胜 可以做我的祭司 你要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要高抹他们 好像高抹他们的父亲一样 使他们可以做祭司服侍我 他们的高抹 使他们世世代代 永远当祭司之职 摩西就这样做了 凡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他都做了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账目就树立起来了 摩西树立起账目 安上柱座 放上木板 安上横栓 树立柱子 把罩棚铺在账目上面 又把罩棚的上盖 放在上面 都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摩西拿了法板 放在柜里 把杠穿在柜的两旁 把诗恩座 安放在约柜上面 把约柜抬进账目里去 挂上遮盖至圣所的蔓子 把法柜遮盖着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把桌子 安放在会墓里 放在账目的北面 蔓子的外面 在桌子上 把陈设柄摆在耶和华面前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把灯台设立在会墓里 在账目的南面与桌子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把灯盏点着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把金坛安设在会墓里 满子的前面 在坛上焚烧芬芳的香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挂上账目的门帘 把梵祭坛安放在会墓的账目门口 把梵祭和宿祭陷在坛上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把洗浊盆 安放在会墓与祭坛之间 盆里盛水 做洗浊之用 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可以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每逢他们走进会墓 或是走进祭坛的时候 就要先洗浊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在账目和祭坛的周围 树立起院子的漫幕 又挂上院子的门帘 这样摩西就完成了工程 当时有云彩遮盖会墓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账目 摩西不能进入会墓 因为云彩停在会墓上面 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着账目 在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是这样的 每逢云彩从账目收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启程 云彩若是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 直到云彩收上去的日子为止 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 日间有依和华的云彩在账目上 夜间云中有火 显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我留意23天 顶尿度 然后叨测